第301集 他的圣武帝国和维特帝国以前因处于同一种制度而时有征战 所以说现在话有点冲 他们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开战 但以前的怨恨可不会这么快消散的 要不是维比皇帝公开用先祖的名誉发誓不伤害来开会的首脑 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来他这座宫殿的 说起来他们会停战也是因为唐龙出人意料的随意攻击其他制度所引起的 他们准备观看一下形势 如果唐龙没有受到全无乱星系的制裁 他们就准备拿身旁的两个家族制度开刀 别看上官家有七个星球 李家有八个 他们的实力和两个帝国一比还是差那么一大截 而圣武的六个星球虽然比维特的八个星球少了两个 但是他们之间的实力却是不相上下的 吃柿子找软的捏 这也就不奇怪 他们在停止战争后 为什么会把目标放在上官家和陈家这两家势力上了 上官武和陈林当然明白这两个帝国打什么主意 平时他们和自己这边边界上的摩擦没有少闹过 要不是自己忍下来了 这两个帝国早就以此为借口出兵了 所以听到两个帝国的元首说话 他们都不吭声 唯比皇帝皱着眉头说道 中阵皇帝各想 你不要有偏见 我们大家同处天和星域 怎么说也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 大唐国来势汹汹 没几下功夫就吞并了李家的六个星球 我们当然要警惕才行 你以为那个胃口这么好的家伙 会在吞掉李家后停止前进吗 要知道唐龙那个家伙可是不理会什么家族地质民主宗教这些制度区别的 他可是习惯一口吞的呀 难道你们准备让他好整以侠的一个一个的吞并我们完成天和星域的统一吗 听到这话 大家都皱起了眉头 上官家和陈家都是希望这次会议能够结成盟约的 因为就算唐龙遵守不攻打其他不同制度势力的这一不成文约定 自己这个家族制度的势力也肯定是他攻击的目标 所以他们两个先互相看了一眼对方 然后点点头 在两家有了默契后 上官武首先出声说道 不知道大家准备怎样来抵抗唐龙的攻势呢 要知道他拥有数千艘战舰和数万艘的运输舰啊 打持久战我们是撑不住的 维比皇帝立刻接口说道 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就尽快谈出个结果来 为了表示坦诚 我们把自己家底说一下吧 我维特帝国在这段时间加紧了战备 现在拥有三千艘各种型号的战舰 以及大批优秀的战斗员 中正皇帝听到维比说的和自己情报员收集的资料一样 知道维比是诚心的 于是也说道 我圣武帝国经过这些年的备战 拥有两千五百艘战舰 其中一千五百艘是统一型号的X战舰 一千来艘是各种型号的普通战舰 兵源充足 维比惊讶地喊道 啊 X战舰 那不是唐龙起家时的战舰吗 哪里买的 怎么我的军火商没有这种货呀 自从唐龙依靠X战舰在无乱星系崛起后 这X战舰就受到很多势力的青睐 陈抗所在组织的生意真是好得不得了 感觉到在战舰性能上胜了维比一筹的中正 有点得意地说 我们的军火商不同 路子也不同 所以我能买到X战舰也不奇怪呀 感觉到中正得意味道的维比 冷哼一声 不说话了 他在心里暗自嘀咕 夺于什么 老子比你多五百艘战舰 刚想完 他立刻暗骂起来 该死的间谍 居然连圣武有了1500艘X战舰的消息都不知道 真是该死 上官武不理会他们之间的争风失措 精字说道 我上官家拥有2000艘X战舰 兵远全是精英 他的话音刚落 那个陈林就用平淡如水的声音说道 陈家X战舰2000艘 兵远充足 听到这些 维比和中正心神一阵 这两家平时不声不响 居然不动声色的 把以前那些战舰淘汰掉 并全部换上了X战舰 而且居然各有2000艘 该死的间谍 这一声咒骂 是两个皇帝同时在心里想起的 维比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乐呵呵的说道 好啊 现在我们四架合起来 共有9500艘战舰 这可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啊 想当年我们只要有500艘战舰 都可以在无乱星系打横来走了 维比说到这儿 发现大家的眼神都扭向其他地方 知道他们不喜欢听 不由盲说道 那么哪位阁下知道大唐的情报啊 说来让大家分析一下吧 哦 上官家主阁下 刚才您已经说了个大概数字 就由您来说吧 上官武点点头也不客气 直接说道 由于我和李家是最靠近大唐的 在大唐统一中州星域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收集大唐的情报了 根据最新情报的显示 唐龙刚刚购买了3000艘X战舰 加上他以前购买的战舰 他一共拥有7000多艘战舰 其中有6000艘X战舰 1000艘白京战舰 唯比吞吞口水 6000艘X战舰 他可是非常清楚X战舰的能力 为此他四处寻找可以买到这种战舰的军火商 可惜就是没有找到 他不知道自己的部下都被军火商塞了甜头 根本没有去找其他的军火商 不然像陈抗所属的遍布整个无乱星系的组织 怎么会找不到呢 唯比听到大唐有6000艘X战舰 明白自己的3000艘普通战舰 恐怕只能当剑靶子了 本来开始心灰的他突然想起 陈甲上官甲圣武帝国 三甲加起来有5500艘X战舰 打起来肯定是X战舰对X战舰 如果他们两代巨伤的话 我那3000艘战舰岂不是减便宜的时候 到时候趁他们兵力极度耗损 元气大伤的时候 我只要 想到这些 他的心情立刻开朗起来 中阵听到白京战舰的名字 立刻出声问道 那白京战舰是什么战舰 性能怎么样呢 白京战舰的数据不清楚 因为整个不乱星系只有唐龙才拥有 也不知道他是从哪买来的 这种战舰的性能啊 上官武停顿了一下 突然说起其他话题来了 李家第一次主动进攻大唐的凯撒星时 出兵500 而防守凯撒星的大唐部队则只有100艘白京战舰 李家在还没有看到敌人的踪影时 就被这100艘白京战舰远距离的射击干掉了一大半 最终李家舰队撤回来的只有不到出征时的五分之一的兵力 而最后一次李家出征大唐时 则是点齐全国兵马共1500艘战舰 可却被900艘白京战舰消灭的只剩下200艘 最后这200艘战舰也被逼得走投无路投降了 可以说全军覆没 100打500 900打1500 陈林低语一句后问道 这两场战斗白京战舰的损伤如何 上官吴苦笑道 第一次是远距离射击 毫发无损 第二次虽说多少受了点损伤 但900艘战舰的编制没有少一艘 听到这话 大家的脸色立刻一片铁青 原本以为自己四家结合有9500艘战舰应该很厉害了 肯定可以消灭大唐 可现在看来 先不说唐龙那6000艘X战舰 就单单那1000艘的白京战舰就足以给自己好看了 还说消灭大唐呢 一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 都在思考着问题 可是忽然从门外传来的急促的脚步声 让他们立刻清醒过来 在他们扭头望向大门的时候 一个皇宫侍卫已经推开房门 飞快的跪在地上 语气焦急的喊道 陛下 首都外太空突然出现一座大唐国的巨型武装要塞 啊 大唐国的武装要塞 听到这话 四个首脑同时惊呼起来 在唐龙那颗银甲要塞的指挥塔内 唐龙正一边抚摸着手指头下面的一个红色按钮 一边咧嘴说道 就要开始了 我的心脏扑通扑通的 跳得好快啊 说到这儿 他扭头像身旁那个脸色有点苍白的陈康问道 你会不会紧张啊 陈康露出一丝勉强的笑容 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 首次要塞空间跳跃 谁都会紧张的 陈康此刻正求神拜佛 祈求这次试验要成功才好 大好前途的自己 可不想死在这么一次 虽然将载入史书 但却莫名其妙的测试中 本来陈康一开始 还以为是唐龙主持测试仪式 可谁能想到 唐龙这个家伙居然是亲自测试 来到这里也不允许自己退出了 按照一般惯例 身为最高统帅的人是不可以参加这么危险的测试的 为什么唐龙的那些亲戚没有制止他 难道他们和唐龙一样根本就没有一点危险意识 陈康不知道 唐龙可是费尽了口舌 并用唐星大姐的名语担保这次测试不会出事 他才能够跑来亲自操作的 唐龙兴奋的说道 嘿嘿 准备好了吗 我要按下启动按钮咯 陈康文言立刻检查了一下身上的安全带 发现没有松掉后才点了点头 他终于发现唐龙是个冒险狂 因为此刻唐龙脸上不但没有担忧害怕的神色 反而是激动的红光满面 疯子 超级大疯子 陈康给唐龙下了这样的定义 唐龙伸出舌头 舔了一下嘴唇 手指一用力 按下了那个红色按钮 与此同时 要塞的电脑系统立刻发出声音 空间跳跃装置启动 倒数计时开始 10 9 8 2 1 0 开始空间跳跃 随着电脑的话音落下 屏幕立刻变得漆黑一片 陈康也在这时 感觉到一股越来越强大的撕扯力 开始出现在自己身上 而且眼前一切可以看见的东西 都出现越来越扭曲的现象 有没有告诉我 作用力居然会这么明显 难道这要塞没有安装稳定系统的吗 陈康一边咬牙承受着这种空间跳跃时产生的作用力 一边暗自骂道 妈 希望是唐龙忘了装备这个稳定系统 不然装了稳定系统 还有这么强大作用力的话 这种要塞就根本卖不出去 刚想到这儿 他又不由的暗骂道 陈康你这白痴在搞什么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想着要塞卖不卖得出去 他妈的 我现在应该祈求这次测试成功才对呀 守护在这颗要塞外围的大唐战舰 紧张地看到那颗巨大的银白色要塞 突然间消失无踪了 而在战舰上负责监测的人员立刻大喊起来 空间数据一切正常 没有异状 听到这话 大家都把目光望向了通讯员 而通讯员也立刻开始联络预定跳跃点的伙伴 怎么样 银甲要塞出现了吗 没有出现 跳跃点一切正常 喇叭那边传来这个回答 战舰上的人立刻慌张起来 什么 难道 大家的脸色都异常难看 神色呆滞的望向刚才银甲要塞停拨的空间位置 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难道空间跳跃失败了 不过他们很快抛下这个不吉利的想法 纷纷涌到各自的岗位前 利用电脑计算银甲要塞跳跃出来的位置 他们拥有银甲要塞刚才发送过来的跳跃资料 所以能够计算出银甲要塞是跳跃失败 进入了益次元 还是跳跃成功 抵达了某个星域 没过多久 一个军官兴奋的喊道 要塞没有进入益次元 跳跃成功了 要塞出现地点在呢呢呢方位 听到这话 大家在松口气之余 也开始计算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 不过 当电脑在星系图上 显示出这个位置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这个地点 居然在天河星域 维特帝国首都星的外太空处 不知道是哪一个人突然喊了声 快组织舰队 把主攻救回来 这话 立刻让发呆发愣的军官们清醒过来 于是一道十万火急的通讯 飞快的传向军部和各个旅队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 小兵传奇 第301集 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302集 尤纳他们几个 因为长龙不允许 而只能够呆在军部 观看现场直播 此刻却因要塞没有出现在预定地点 全都傻了 在得到这个消息后 他们先是松了口气 接着就头疼的呻吟道 天啊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跳跃点会出现在敌人的心脏内部 难道那些空间阻隔器 根本阻碍不了要塞那么大的屋体通过吗 由阻隔器组成的阻隔线 并不能阻挡飞船用普通速度前进 但却可以让飞船无法直接用空间跳跃穿过它 一般来说 飞船在跳跃时碰到阻隔线 会跳跃出来停在阻隔线外 所以尤纳他们在得知 唐龙的要塞出现在敌国首都 才会惊讶万分地说出这话 毕竟 谁也没用过直径一千公里的巨大物体 来检验阻隔线的能力 所以他们才惯性地认为 要塞会被阻隔线阻隔 刘一辉等三个旅队指挥官 正在加强部队战斗力 得到这个消息后 脸色猛的一变 二话不说 立刻集合部队 是向圣武帝国的边界 圣武帝国后方就是维特帝国 只有横穿圣武帝国 才是抵达维特帝国的最快捷径 刘一辉他们虽然恨不得 立刻突破圣武帝国 直达维特帝国首都 但是也知道 没有配备大量运输舰的自己 根本不可能连续突破 圣武帝国和维特帝国的防御阵线 然后抵达维特帝国的首都的 就算能够抵达 到时候自己这些人 也是没有能量的靶子 除了送死 没有什么作用 更别说救人了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补充能源 于是连续的补给请求 从他们这里不断的发往军部 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沙利 接到了这些补给要求后 立刻清醒过来 他一边派出运输队去补给 一边向刘一辉三个人下达命令 不用慌张 主攻的要塞是武装要塞 就算处在敌人心脏 也可以抵挡一阵敌人的攻击 你们一定要准备妥当 才可以出击的 要塞的防御力没有测试过 根本不知道威力如何 沙利说这话 也是安慰自己 而刘一辉等人点点头 一边焦急的等待补给店的到来 一边祈求那个引甲要塞 能够表现出相应的能力 支持的时间长久一点 与此同时 圣武帝国和维特帝国的边境警戒塔 都发现 边界上某个空间的阻隔器 突然失去作用 吓得他们立刻通知舰队 前往阻拦敌人 可在忙乱一通后 前前后后上上下下 都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 检查来检查去 也没有发现空间有什么异常 最后只好判断阻隔器老化 自动报废了 并且开始运来新的阻隔器 修复断掉的空间阻隔线 虽然那这难受的空间作用力 才维持了十几秒就过去了 但陈抗却觉得 像是过了数十年之久 当电脑发出空间跳跃结束的声音时 他立刻解开安全带 整个人趴在地上呕吐起来 呕吐出几口后 他鼻涕眼泪一起流的 全身无力的靠在椅子旁 扭头看了看四周 再发现那些士兵 若无其事的待在自己岗位上 不由深感佩服 而当看到唐龙跟自己一样在呕吐时 不由微微一笑 看来唐龙的身体还没有他的士兵厉害呢 看到唐龙无力的趴在地上 陈抗准备嘲笑一下唐龙 居然连自己这个商人都不如 可是 陈抗在看到接下来的一幕后 立刻涌起了一股吃醋的味道 因为那两个紧跟着唐龙的贴身美女护卫 一个跪坐在地上 把唐龙抱在怀里 并轻轻地抚摸着唐龙的胸口 帮他顺气 而另外一个 则飞快地端来一杯清水 温柔地喂着唐龙喝水 可恶 长得帅就是受欢迎 陈抗暗自嘀咕了一声 自己嘴里也很难受 看来想喝水 只能靠自己动手了 陈抗挣扎着去弄了杯清水 在喝水的时候 陈抗猛然发现 整个指挥塔 除了自己和唐龙以外 其他人根本没有一点不适应 甚至连唐龙那两个 看起来娇滴滴的美女护卫 也是神色自然 难道我和唐龙的身体 真的那么差 连两个女人都比不上 陈抗不由地考虑 回去后 要不要好好锻炼一下身体了 总算恢复正常的唐龙 喘口大气地喊道 哎呦 我的妈呀 为了节省空间 没有安装稳定系统 差点连命都没了 回去一定要把稳定系统装上 说到这儿 唐龙向陈抗笑道 不好意思 为了多装几艘战舰 我把稳定系统给拆了 听到这话 陈抗笑道 没关系 反正回去装上就行了 说完 他暗自点点头想道 我说嘛 拥有这么好的跳跃系统 不可能没有配套的稳定系统呢 这样看来 这个要塞没有什么大问题 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 刚想到这儿 陈抗恨不得狠狠地打自己一个耳光 才刚脱离危险 自己就开始算机起来了 自己真是个该死的商人 唐龙一边向身旁的机器人喊道 士兵 我们跳跃到预定地点了吗 一边扭头看了看眼前的巨大屏幕 不过这一看 立刻让他呆住了 因为屏幕上出现了一颗巨大的星球 他可以肯定 这个星球并不是属于自己的任何一颗星球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陈抗 端着水杯 一边喝水 一边看着那颗星球说道 这星球很漂亮 是哪个星球 好像大唐国没有这样的星球啊 就在这个时候 机器人出声说道 报告主公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 也就是在天河星域 维特帝国首都星的外太空处 陈抗文言不由吃惊地喊道 怎么可能 不是说预定地点在中州星附近吗 怎么南辕北辙的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喊到这儿 陈抗手中的水杯突然掉落在地上 因为他终于想起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于是他马上慌张地跳脚喊道 天哪 这里是维特帝国的首都啊 完了 没想到没有因为进入异次元而完蛋 反而因跳错了地方而完蛋呀 唐龙没有理会陈抗的大喊大叫 他皱着眉头嘀咕道 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跳跃的方向是相反的 哪里出错了 凤冰和凤霜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点点头 凤霜用有点小心翼翼的语气说道 主公 这个方位是您输入进去的 啊 唐龙听了这话疑惑的看了凤霜一眼 接着突然想起什么的 猛的一拍脑袋 该死 我把前后方位搞错了 你还有心情搞这些 我们现在是在维特帝国的首都星啊 陈抗冲着唐龙吼道 不过刚喊完 他就看到维特帝国的首都星射出了数百道粗壮的激光束和无数的飞弹 不由惨叫道 天哪 他们的防御系统启动了 呆在指挥室的维比皇帝对着手下大吼道 射击射击给我把他轰下来 此刻他心急如焚 谁也想不到大唐的要塞居然会跑到自己首都上空来 难道唐龙知道自己这些人要打他的主意 自己这次会议很秘密啊 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 在维比胡思乱想的时候 陈琳上官武中正三个人 则一脸震惊的看着屏幕上那颗银白色的要塞 中正喃喃道 这怎么可能 而陈琳和上官武互相看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比惊讶的神色 唐龙对慌张不已的陈抗笑 他就说道 不要那么慌张 我们可是在要塞内呢 这点小玩意儿根本造成不了什么伤害的 这话才说完那些迎面而来的飞弹激光鼠统统被引甲要塞的防护罩挡住了 看到自己眼前那烟花般灿烂的景色 陈抗松了口气 不好意思的看了唐龙一眼 心里暗自嘀咕 真丢脸 看来没上过战场是自己的一大缺点呢 居然连这点状况都惊慌不已 这时钟镇吃惊的说 大唐居然研制出可以进行空间跳跃的要塞 这是不是真的 说完向众人看了看 希望有人告诉他 这不是真的 看到攻击无效的唯比 没好气的瞥了钟镇一眼说道 人家都跑到我们面前了 还真的假的 然后不理会钟镇 唯比皇帝直接向手下发布命令 继续射击 舰队呢 我的舰队在哪 快叫他们出去攻击 说到后面 唯比又生死历劫的吼了起来 其实不用唯比下达命令 维特首都星的警戒舰队 和附近星球的驻军舰队 早在发现银甲要塞出现在首都星上空时 就已焦急的往这边靠拢过来 虽然大家都清楚 普通战舰对抗一颗要塞会出现什么事 但为了自己的家人不被皇帝迁怒 只好硬着头皮往上冲呢 看到无数战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唐龙黑黑一笑 跑到这里来还真是来对了 可以顺便测试要塞的武器功能呢 说着把手一挥 命令道 要塞炮准备 全方位射击 随着唐龙的命令下达 要塞那光滑的表面 突然露出数万个直径二十米左右大小的孔 紧接着一道道巨大的光束 就从这些孔里喷射出来 从远处看去 就是一个银色圆球 突然间从它全身上下左右前后四面八方的 冒出了无数道光芒 那些正死命往这边跑来的战舰 被这突然冒出的巨大光束 打了个兜头兜脑的 一些性能不好的战舰 一被击中就当场爆炸 而一些性能好的战舰也不能幸免 只是他们比其他同伴多挨了几炮而已 天哪 我的战舰 维比看到自己的战舰 只是一个回合就被摧毁得一干二净 不由的惨嚎出声叫唤起来 中正三人看到这一幕 在恐慌之余 居然有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出现 但在他们猛然想起自己也是大唐的目标时 立刻把这种情绪抛弃 脸上也换上了兔死胡碑的表情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通讯兵跑到中正面前 敬个礼后说道 大人圣武帝国来信 大唐军集结在边界上 似乎有进攻的迹象 中正立刻脸色大变 喊道 什么 大唐要进攻我的国家 不行 我得回去 说着就往外跑去 上官武和陈林互相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也快步离开了这里 而那维比 此刻也没有什么心情用标准礼仪送他们离去 因为他正为自己那些被击沉的战舰而心疼不已呢 引甲要塞上 唐龙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战果 不由得意的向陈康说道 怎么样 我这要塞厉害吧 陈康盲点的头 厉害厉害 没想到随随便便就干掉了这么多艘敌舰 而我们居然毫无损伤 说到这儿 陈康用炙热的眼神 看着唐龙说道 你这要塞一定能对往后的太空战产生重大变革 多少钱你才肯出手这要塞飘跃装置的技术啊 虽然十万艘战舰都被唐龙拒绝了 但那是要塞测试成功前的价格 现在要塞测试成功了 组织肯定会给出更高的价格 所以陈康抢先提出要求了 唐龙摇着头说道 卖掉 怎么可能 我可不是商人 不可能把这种杀手锏卖掉的 陈康听到这话张了张嘴巴 原本还想说什么 但是看到唐龙坚定的样子 也只好无奈的点点头 换过一个话题 现在我们怎么办 难道你想靠这个要塞占领维特帝国吗 不行吗 虽然我现在没有这么多人手来接收这些星球 但是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放过呢 既不可失 失不再来呀 说到这儿 唐龙扭头向通信兵命令道 派小型通讯亭回国内 命令他们派遣舰队攻击 唐龙看了一下星系图后 说道 命令舰队突破圣武帝国 抢占维特帝国的星球 机器人士兵二话不说 静格里离开了 这里是敌境 而且唐龙也没有一路铺设通讯器的走过来 所以唐龙现在和国内可以说是失去了联系 只有派遣通讯艇回国才能够传达命令 陈康听到这话整个人呆住了 唐龙这个家伙真是的 好好的一场要塞性能测试居然变成了入侵战 这样看来唐龙输错方位的事儿恐怕是故意的 不过现在唐龙人手这么少 占那么多星球干什么 难道他不怕撑死吗 唐龙看到维特首都星依旧在发射着导弹和光束 而四周已经没有一艘维特帝国的战舰存在了 不由说道 主炮准备 记住瞄准星球上方射击 不要把这个星球毁了 以后它可是我们的星球呢 还在控制塔为战舰损失惨重而心疼不已的违比 被电脑的警报声吓了一跳 前方有超强度能源聚集 请立刻撤离 他抬头一看屏幕 整个人呆住了 只见屏幕上那个银白色的金属球中间露出一个巨大的黑洞 此刻这黑洞内正开始凝聚着一股白质的能量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路的维比 立刻恐慌的喊道 要塞主炮 看完维比才醒悟 自己现在应该干什么 二话不说 立刻掉头往通道口跑去 准备跑到建设在地下深处的秘密基地 那些早就听到电脑警告的军官们看到自己皇帝跑了 当然是立刻跟上 于是整个控制塔马上空无一人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302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